年轻美丽可爱的Emma又来了 我们今天讲第二期节目 就是上一期我们讲到了 用律师和会计师的重要性 这个profession 对一个投资 Property Master有多重要 那今天Emma要跟我们讲讲 Mortgage Broker和Property Manager 对这两个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行业 我们才跟大家强调很重要 是真的非常的重要 首先我们来讲这个Mortgage Broker 那你在做这个做贷款的时候 大家喜欢直接work in 或者选择某一个lender 某一个banker 那么他只能给你一个选择 但是如果你选择是Mortgage Broker 他会根据你的需求 把他手里的十几二十种 甚至三十种产品 去配合你的需求 所以你永远都有选择 只是你要不要take这个选择 而且你永远都有better choice 或者是说在你的情况 变得很差的情况下 你可能会觉得就是说你no choice 但是他会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去来帮助到你 Mortgage他给到的一手信息 和一手消息是 可以帮助你省钱省力省时 那我来举一个 就是前一段时间 我相信大家都在面临的一个 就是refix你的利息 对 我的利息是在我知道银行 要涨价的前一个晚上fix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第二天fix 我的利息就比前一天多0.2 那很多 很多了 这个我们现在来说 我的利息是从前一天知道的 那这个也就是说 因为我得到一手消息 我知道明天这个利息 就会上涨0.2 如果我不知道这个利息 或者是说你们的Mortgage Broker 或者你的Banker 没有提前 或者是非常暗示的 Exactly的提前60天 或者61天 你知道吗 你第二天不知道发生这个事情 那很有可能 你这个利息就高了 那对我来说是不是一种重大的损失 我相信在市场很紧张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所以说一个负责任的 这个Mortgage Broker 是在特殊情况下 可以最开始帮助你有更多的选择 然后在后期整个的 这个长期30年的这个贷款的维护中 可以帮助你去restructure 帮助你更好去省钱 省时间 省力气 还有在你条件 本来 比如说只能是secondary lender 然后等你 你的情况变好 变好的时候 你可以refinance到Main Bank 对 就是它会根据你的情况的改变去做 适合你的选择 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它是刺激而动的 随时都在改变的 大家不用担心说 这一次完之后再也没有联系了 如果你找的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Mortgage Broker 它可能今生都在与你共同成长 与你一起实现你的财富自由 或者是说帮助你的家庭去实现这样的事情 那第二个 就是我们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Property Manager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说实话 我不太善于打理这些房子相关的东西 包括我甚至不懂得水电网怎么交 我也不知道这些东西要怎么处理 哪里坏了 要怎么凶 这东西叫什么 我没有办法和专业的水工电工去沟通 所以再加上我的第一个投资房 其实买的是很大地破房 它有很多的问题 我觉得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处理它 然后我也不懂得去处理 然后包括像前一段时间咱们这个洪水的水灾 那在第一时间他们给我发来的report 然后告诉我房屋的情况是怎么样 你需不需要去修理啊 或者是你有什么需要去修理的 然后每一次出问题的时候 他们都能够帮我找到合适的人来做修理 而且这个价格我有做过对比 我之前很想说他会不会想要助我钱 我相信每个朋友都这样想过 那我也去找我身边的就是相关行业 说你也给我一个报价 我发现其实Property Manager给的我的报价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而且是比我去找到的价格 我认为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偏低的 我相信一定是他们有长期的这样子一个合作 那包括给到我的这个解决方案 那很多我都是读不懂 它会一个一个很详细的去向我讲解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时间是非常非常可贵的 时间就是钱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工资是hour rate 那你是每个小时代挣钱 那他们也是每个小时代为你付出 那在这个时候下我这几年 我其实我只有在年底的时候 会去问他要我的statement 对 那我也是为了报价去给大家看 但是其实在这一年中 我基本上只需要做抉择 他问我你要不要 我说要做不做做就好了 非常非常省了我很多很多的时间 我是非常真心的去感谢有人愿意 花时间去帮我管理这个东西的 好看 我看 我看 是 好